有风趣场 我都说了我不嫁人 凭什么偷偷给我订婚啊 商家可是北城首富 商家大少商云义 更是财莫出众 和你是天生一对 快去地景酒店和他见一面 就不去 你不就是担心咱们叶家后继无人吗 创新 孩子我会生 但是让我嫁给不喜欢的人 绝对不可能 子丫头 你还真以为天神下房 丢在你面前啊 就算没有天神下房 那也得是天静猛男 才能配得上我 小姐 是个人 我 还活着 还真 真是天静猛男啊 这样的 这身材 是不花钱就能看了吗 少爷 马上就要落地俯纯了 您马上就可以和您的未婚妻 叶小姐见面了 没有人能左右我的婚姻 就算是我的爷爷也不行 况且 在弄清楚这个调整的来历之前 我不会和任何人结婚 您五年前因为车祸丢失的记忆 不好 危机出现构章了 赶紧跳击 我的机会认账 走 走 走 这个吊坠还挺特别的 像我的名字 啊 你是谁 你是谁 夏良 快来抓我呀 夏良 夏良 我们以前 是不是认识 不然他手上的胎子 怎么和我梦里的女孩一模一样 不必用这种老叼牙的方式讨交情啊 本小姐对你很满意 嗯 苏 到底认不认识 不认识 这就是你对待救命人的态度嘛 哼 抱歉 谢谢你救我 你叫什么名字 难道不是该你自报家门吗 这是我回商家以前用的门 它会有影响吗 我叫夏良 本小姐救你一命 你是不是应该以命偿命 好 说吧 你希望我怎么做 我要你给我 生个孩子 我要你给我 生个孩子 你是要我 以身相许 想得美 你虽然姿色不错 但本小姐还不至于见色奇异 哦 那你的意思是 嗯 本小姐觉得你的基因不错 可以利用一下 至于孩子嘛 哎 二十一世纪了 用不着你亲力亲为 相信科学就行 接受吗 好 我夏良从来不欠人人情 我答应你 嗯 成交 那你好好休息吧 我过两天再来看你 嗯 毕竟孩子嘛 要越健康越聪明越好 嗯 哦对了 本小姐叫初见 初次见面甚是愉快 拜拜 初见 老叶同志 我可是你亲闺女 给我嫁给不喜欢的人 你舍得吗 商大哨这种相貌家事都无可挑剔的男人 你不喜欢 你偏偏喜欢嫁给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吗 哼 三天过后是我的寿宴 商大哨也会来 你必须跟他见面 你就知道驾驶地位 一点都不在意我的感受吗 我就不见 这门婚事 我不同意 这事由不得你 嗯 阿姨 自从五年前夏良的婚事 小姐就算没谈过恋爱 你别把她撵太紧啊 哎 你们在说什么 没事 你的事 稍到听 小姐 不说就算了 等我给你生个小外孙做继承人 看你还怎么逼我结婚 叶总 跟客户约定的时间快到了 走 生意重要 老叶同志快去吧 爸爸妈妈 这位考试我又拿了第一名 哎呦 我儿子真棒 哎呀 来我看看 第一名 来拿着 真厉害 出去玩吧 走了 出去玩了 去玩吧 哎呀 老叶 飞飞已经六岁了 难道 你要让她永远见不得光 出心的丫头 鼻子大 还是等她结婚以后再说吧 啊 叶总 祝您生日快乐 来 大家一起啊 凭什么夜出心可以风鸣震大 受人追捧 而我儿子 连当众叫声爸爸都不行 爸爸 我想上个厕所 嗯 好 要要趁商家上来之前赶紧留走 不然又要被老爷逼着相亲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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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你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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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嘘 哎 哎 小姐姑娘你 嘘 嗯 不是让你好好在家里养伤吗 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我 既然他不是我梦里的女人 我陪上次来参加叶总的生日宴 他就是我上次 这样啊 嗯 还以为他跟踪我呢 嗯初小姐 你也是来参加叶总的生日宴呢 啊是啊好巧啊 嗯 不能让他知道我是叶佳人 不然以后他连叶佳跟我抢孩子就麻烦了 初心 怎么在这啊 跟电影去呢 初心 我要没记错的话叶佳大学姐的名字也叫叶初心 难道你 难道你 你听错了 他叫我粗心 因为我从小粗心大义 你们先逛吧 我朋友找我了 我真的听错了吧 谁让你叫我名字的 我跟你姐是同学 你也应该叫我姐 不如大我三岁嘛 别一老卖老 叶初心 你就是我和我儿子经历一家的半小时 我要毁了你 让身名狼藉 大家一起啊 叶总 哟 好久不见 伤大手 果然是嫉妒不发 可我们家初心 狼才女貌啊 而且叶佳佳给你介绍婚约了 嗯 老叶定的 我才不嫁 那还好 春姐 你要我跟我 其实我一直都 别没大没小的 姐姐我对小皮孩没兴趣 老叶找我 就说我不舒服啊 春姐 你没事吧 怪了 怎么真的不舒服 你快扶我出去 别让老叶发现 没事叶总 不急 您先忙 不用顾虑 哦 好 你快扶你快扶你快扶 初音姐 你头还晕吗 嗯 头好像不晕了 就是身上好像感觉 哪里怪怪的 初音姐 你不会被人下药吧 嗯 怎么会 不过你这么一说 我好像是感觉 嗯 嗯 你快走 你快走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啊 初音姐 我可以帮你 要不你跟我在一起了 其实我一直都喜欢你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你 给我打死这个混蛋 我把他当兄弟 他居然想亲我 我弄他 是 你们敢动我 这不知道我是谁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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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帅啊 啊 啊 抱我 抱我 抱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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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吧 我送你回房间 嗯 嗯 得罪了 哎 哈哈 啊 啊 我再给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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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初姐 你等我一下 我去给你找你一手 嗯 夏凉 你叫我什么 你叫我什么 再歇一遍 夏凉 初姐 我们五年前是不是相爱过 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记得了 告诉我 你 啊 你 我 我们 啊 朱小姐 昨天晚上 你被人下药 所以我们 啊 我想起来了 谁这么取得啊 既然给本小姐下药 最好别被我找出来 谢谢你舍身相救 不是 就当报答初小姐的救命之恩 嗯 你倒是实诚 虽然过程超出预期 但是结果不变就好 摩紧 孩子啊 昨天晚上我们应该能怀上吧 嗯 不过事先说好了 如果怀孕了 孩子是我一个人的 跟你没关系 明白吗 初小姐这是想去除灵子 嗯 嗯 我们一开始就说好的 我救你一命 你还我一个孩子 既然是救命之恩 那我必然寻命 好 什么 一次不与你怀上去 多是此次 我不能死 啊 啊 啊 初见就是我梦里的女孩 要尽快解释hold叶家的婚约 才能跟她坦白生分 啊 你别过来啊 你保佑的诚意我已经感受到了 但我已经招下不住了 你躲什么 我又不吃了你 我只想告诉你 我要出差去欧洲 可能要去三个月 到时候你见不到 我不要着急 那你去吧 我暂时不会找你了 初姐 你之前是不是试过意啊 忘记了一些 重要的人和事情 没有啊 我好好的 怎么会试意啊 那究竟哪里出了错 她为什么不认识我 但她的残忍 却在我梦里出现了五年 难道是我一厢情愿 所以才查不到 任何恋情相关的线索 昨晚你伤还没有恢复 我就卖力救我 这笔钱你拿着 就当是辛苦费了 我不靠这真情 我知道 但人总要花钱的嘛 别客气 我先走了 拜拜 所以 去留这个航班 还有一个小时 我们先去拉吧 哦 对 上次事故的调查 也没用了 据说是一个 新来的侦存师 但是飞机分室之后 他就不下了 肯定是您 同书那边安排的人 但是 有很多证据 他们还真是 我们下午 搞不好啊 这所有租的事 也是他们干的 放心 我会让他们 安非收集的 嗯 你还有两个呢 我这几年 是不是对你太好了 让你不分轻重 连我的生日夜 也敢逃跑 又错过了一次 跟商大超 见面的机会 他不是也临时 有事离开了吗 代表我们 无缘无分 凭什么只骂我 嗯 而且我也很倒霉啊 我都 我都被人下药了 不能让老爷知道 我被人下药 不然会被打断腿的 你什么呀 说啊 嗯 易总 这件事 也不能全怪出心 可商家的婚事 一定下来了 这见面也不急于一时 不能让老爷知道 我下药的事 否则 插到我身上就麻烦了 嗯 谢谢人家 既然被人抢先救错 还要我轻轻转的 捉襟前面泡汤了 我要出差半个月 你在家里边 好好发现发现 嗯 别再到处给我惹事成非 知道了 走吧 好 拜拜 来 再见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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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就怀孕了 看来夏流真没让我失望 嗯 嗯 嗯 怎么了 老爷同志 商大社从国外出差回来了 今天下午两点 你必须去跟他见面 不许再跑了 知道了 老爷同志 这一次我保证不跑 等我把这个运检报告 帅在商人一领上 看来敢不敢跟我结婚 少爷 还是您姻姻呀 我们这次去欧洲 不仅顺利的把您 恒书安插的经信 全部拔除 而且我们还顺藤摸瓜 找到了他们 贪污公款的罪证 这下他们在公司 已经完全没有还 喂 叶总 哎 好的 下午两点时 嗯 回应这时到 耽误了一个月 是时候知道 婚姻这件事 不错 喂 少爷 您确定要为她 推到婚约吗 您的记忆还没有 完全恢复 您真的觉得 初见小姐 她一定就是 你梦中的那个女孩 我相信我的直觉 而且就算没有她 这个婚 我也需要推到 你就是我爸 安排的未婚夫啊 实话告诉你 本小姐怀孕了 我们这边的婚约 就此作废 夏良 初见 怎么是你 难道她就是 我的未婚妇啊 但她叫夏良 不叫少爷爷啊 难道 初见就是叶小姐 抱歉打扰一下 做好歪了 两位继续 好巧啊 你也来喝咖啡啊 约了人吗 没有 就我一个人 不能让初见知道 我约了叶小姐退婚 你呢 也约人了吗 没有啊 我也一个人 也上两家联谊 满城皆知 要是让她知道 我的未婚夫是少女医 那我的身份 不就暴露了吗 那既然都是一个人 坐下来一起吧 好啊 还是先坐着 等叶小姐到了酒后 再做打算吧 还是等夏良走了 在心下找少爷爷 退婚吧 初见 你怀孕了 我是怀孕了 但我们事先说好的 孩子是我一个人的 你不能跟我抢啊 放心 我不会跟你抢的 希望你说到作造 这个商人医 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约定时间 已经过了十五分钟了 还没来 可恶 看来叶小姐 今天是不会来的 退婚的事 只能延后 初见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自己来接我了 可是你有孕在身 我会担心你 没事 既然孩子有了 那我们之间就两清了 我们以后也不用再联系了 拜拜 少爷 初小姐走了 您不追吗 不用 我有她的联系方式 还有她的住址 现在当下应该先解决叶家的婚约再说 但是叶小姐她今天又没来 这个事 您看怎么处理 既然她不来 那我们就去叶家登门拜 你是越来越放肆了 说好的要跟山大上见面 你人都不见 我明明去了 是她不见人好不好 胡说 上大丑头跟你一样 欺骗我 爱心不屑 反正见不见都一样 这门婚是不可能成的 你在抵护什么 我已经怀孕了 来自不是她的 所以她是不可能跟我结婚的 什么 你这个混账的东西 连个男朋友都没有 怎么会怀孕 是不是为了退婚 鬼塞的蜜蜜蜜的 对不对 没有啊 我是真的怀孕了 是哪个混账小子 敢让我夜怀里的女儿 未婚先认 放心吧爸爸 这个人是我精心挑选的 优质基因 一定能给我们叶家 生下一个优秀的继承人 你就不用比我结婚了 你打 小心你 爸爸 你打我 你以前从来没有打过我了 那是因为你该打 自作主张未婚先认 把我夜间的脸面都丢进了 你以为我就 那么想生孩子吗 还不都是因为你 是你从小到大 一直念叨着 我是你唯一的女儿 是月恰唯一的希望 我不想让你失望 才会这个孩子的 你不想让我失望 就应该上下联姻 不应该做出这种 荒唐至极的事情 我荒唐 是你不可理喻 明明你跟我妈妈 是那么相爱 你却要比我 嫁给一个 我不认识的人 你是真的爱我吗 你好 初心 叶总当然是爱你的 但是你未婚先认 这叶氏和叶总 淋浴扫地呀 抓住他 抓住医院把孩子打击 就把他打击 别碰我 我不是医院 爸爸 我已经做了最大的让步了 为什么你还是不满意 我已经越来越看不懂你了 你敢走 走就别再回来 我现在没有你的不小女儿 那就不回来 老爷 老爷你可别磁坏了身体啊 要是初心红领这件事情 传出去 生家肯定会退婚 其他家族 恐怕再也没有人 敢去抽薪了 不能让他把孩子生下来 否则 又多了一个人跟我儿子讲 我叶家的女儿 还轮不到别人的挑衅点子 老爷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挂好女儿 你自己就行了 回家去吧 老爷 小姐这次虽然荒唐了些 但出发点 都是为了您和叶家呀 她怀着孕 一个人跑出去 外面又下着雨 出了意外就不好呀 而且她的抑郁症 好不容易才治好 万一发了怎么办 孩子动手吧 派人去找啊 就知道这个死老头会心软 既然你舍不得动手 就让我来 和我办件事 我去 你居然怀孕了 你什么时候谈恋爱 我怎么不知道 没有 我就是随便找了个男的 借了个基因儿子 你可真是女装豪杰 佩服 佩服 不过 你要是什么时候谈恋爱了 一定要记得告诉我 重点不是谈恋爱好吧 是老爷戳我好吧 他根本不懂我的良不用心 他到底是不是我亲爹啊 老爷那么疼你 他肯定很快 就会叫人接你回家 吸氧胎的 好像下雨了 我得赶紧找个酒店住下 你要赶紧回国 帮我收拾其汉那个臭小子 知道吗 好好好 我尽快 你也自己注意安全 嗯 好 宝贝 你怎么来海城上个学 把自己弄成这样了 没事的 很快就会好的 这是什么 钥匙 你帮我保管 如果以后我恋爱了 你就还给我 好吗 才刚找到多余的地方 雨就停了 真倒霉 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想干什么 当然是陪你玩了 这么水灵小美的 这一单是赚麻了 那你的扎手碰我 还挺得劲啊 是不是床上也这样啊 下流 让开 谁追你走了 哥子给还没开始玩呢 死女人敢踢老子 看老子不弄死你 少爷 叶小姐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今晚 她要是又不在家怎么办 她不在的话 就直接跟叶总谈 总之这个婚必须尽快退 初见怀孕了 我不能让她一个人成婚 少爷 少爷就是厉害呀 这么快就当父亲了 听说 还想跑是吧 你们这群混蛋 放开我 还想跑 给我上车 放开我 住手 老子跟女婚烙病 浪漫到外人插手 不想吃赶紧滚 我不认识她 你快救救我 哎呀快过来宝贝 你要买什么 我给你买吧 就你也配 二 初见 你没事吧 吓死我了 还好碰到你 夏刘 你简直是我的救星 没关 有我在 没人敢欺负 找死 哪来的也来的 敢踹老子 老子打了你满里走呀 可怕 他们人都打不过 别闹 先上车给我 你妈的了 初见 我送你回家吧 嗯 现在不能回叶家 手机又坏了 一分钱也没有 夏刘 你能暂时输入我吗 好 怎么样 人找到了吗 派出去的人说 小姐上了一个男人的车 但她都没追上 谁 他们不认识 但派了照片发给我 这是 夏刘啊 你刚刚说是谁 夏刘啊 老爷爷 您不记得了吗 她就是五年前 和小姐谈恋爱的 重学生夏刘啊 当初我们费了好大的劲 才让她离开小姐 你害我被公司辞退 还让医院 断了我妹妹的治疗 真是卑鄙无耻 这里有五百万 不仅可以治好你妹妹的病 还可以还清你家所有债务 但你必须主动离开我家小姐 让我对你彻底死心 告诉我 不是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的 我爱出息 绝对不可能离开她 我叶怀林的女儿 不是你这种穷蛤蟆 能够高攀得起的 是拿钱救你妹妹 还是继续纠缠出心 最后一无所有 看着你妹妹死 给你做个选择 我给你一天时间考虑 商大嫂和夏寮竟然是同一个人 商家明明说 商大嫂我从小在不外长了 五年前才回来 怎么会是夏寮了呢 婚约也是商家主动提出来的 哼 想报复我业家 没那么容易 喂 商大嫂 哦不 应该叫你夏寮才对 你处心积虑想跟我叶家联姻 你想干什么 叶总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对叶家没有任何的气负 少装我作样 我已经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了 不要以为你跟我女儿订了婚 就能拿捏我叶家 有梦 大不了退婚 叶总对我敌意这么大 还提到我以前的身份 难道跟曾经的我有过节 不过他既然要退婚 郑和文 叶总 我以前的身份 的确就下了 但是五年前车祸以后 我就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所以如果之前 对叶总有什么不满的地方 还心见任 还有 如果叶总要退婚的话 我也没有任何的意境 你说什么 车祸 是叶 这不是什么秘密 叶总一查便是 嗯 抱歉叶总 同学有事 先报 没血 我怎么又要看他热帅 我心里好坏啊 抱歉啊 平时这房子都是我一个人住 没有女生的衣服 但我已经让人去安排了 你先委屈一下 不委屈 你可收留我 我已经很感激了 等我一下 我去给你拿毛巾 嗯 怎么大下雨天的 你一个人在外面啊 多危险啊 要不是我正好出现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我也不想啊 我跟我爸吵架 离家出走了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我爸想逼我去医院 把这个孩子打掉 我不愿意 就跑出来了 初心 以后就让我来照顾你和孩子 行吗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你觉得呢 因为我救过你 也对 已经两清了 因为 因为孩子有你的一半功了 也对 我们已经说好 孩子是我一个人的了 你喜欢我 想追我 可以吗 嗯 本小姐的确人美心善 有很多人喜欢 但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也没有考虑过这方面 现在考虑也不迟啊 不是吗 她不仅人帅 连声音也好听 跟她谈恋爱 好像也不错 好 我答应 倒也不必答应这么快 我们可以先试着相处 等你慢慢发现我的优点 喜欢上我的时候 再答应你不止 不用这么麻烦 我已经发现你很多优点了 你长得帅 身材好 心侠仗义 温柔体贴 我挺喜欢的 真的 小明 你又被她看得心跳加速了 那 我们现在算是恋人了吗 那我现在 可以亲你吗 她看起来好爱我啊 孩子都有啊 亲一下也没什么 时间不早了 我送你回房间休息吧 好 去查一下 五年前我跟叶总是不是有过节 他突然都有敌意 一定有原因 那小子说五年前车祸 他失忆了 还同意退婚 这事你怎么看 夏辽要没有失忆不清楚 但小姐肯定不记得他 但他们怎么又在一起了呢 小姐肚子里的孩子 八成是他的呀 真的是孽缘 不管了小子有没有失忆 这段婚事必须要退 如果他们在一起 肯定后患无穷啊 所以 拉着我出来 就是为了给我买礼物 你给我买了衣服和手机 我给你回礼也是应该的嘛 怎么 想完 不过今天周末 人多 太挤了 在这等我 我去排队 到了叫你 跟他谈恋爱 好像还不错 妈妈 我也想穿娃娃 你是夜市集团 未来的继承人 应该把精力都放在学习上 无能玩无丧之 怎么你来穿一会儿嘛 云姐 你什么时候有孩子了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 觉得与工作无关 就没有提 云姐果然是个工作狂 小朋友 你真可爱 你叫什么名字啊 在夜灵飞 好巧啊 阿姨也行业 你又是爸爸的亲啊 爸爸在夜怀里 我爸爸在夜怀里 夜什么 啊 没什么 这孩子自来熟 让你见笑了 没有 他很可爱 哦 我去接个电话 我也带孩子回家了 先去忙吧 姐姐拜拜 妈妈 那个姐姐好漂亮 我好喜欢她 她可是你这辈子最大的敌人 你不能喜欢她 只能恨她 让我 你没事吧 没事 我们走吧 什么 我爸病了 好 我马上回来 喂 夏刘 我爸病了 我得先回家 不用你送 有司机接 嗯 你们他良心不会痛吗 竟然装病骗我 我现在就真的离家出走 再也不回来了 回来 好了 爸爸 我再被你联姻了 也不必你去医院了 真的 我就知道你还是爱我的 不过呢 你跟那个夏刘 一定得断了 保重以后不再见面了 为什么呀 你跟他有仇吗 没有为什么 必须断 你们不讲理 小姐 老爷是在关心你 你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夏刘 万一他对你剧情捕测 又有所图呢 他就是图我呀 他太喜欢我了 正在追我 而且我也答应了 我坚决不同意你们在一起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这两天我就等你出国 在国外安心静养生孩子 这两天哪都不许去 我不出国 我哪也不去 云姐 你怎么来了 有一份文件 需要一组签字 老爷 你不能一直压榨云姐 他儿子才几岁 也需要云姐照顾 公司的事情你少缠和 来人 把小姐送回房 小姐跟我走吧 老爷 你就是个专制的暴君 我是绝对不会妥协的 哦 跟我来一下 谁呢 你让初心见到飞飞了 把我的话当二旁风吗 我不是故意的 我今天带飞飞去商场 碰巧遇到初心 放心 初心没有急 我在家陪孩子 好点来干什么 飞飞几天没有见到爸爸 他想你 我知道 有时间我会回去的 老爷 你已经决定让初心 失一家孩子 我夜间不至于 连一个孩子都养不起 那 那你让飞飞 什么时候回夜家 是她急 还是你急 我 我就是 替飞飞委屈 她连一个 震到我没交爸爸的机会 都没有 好了 孩子的事情 我私有安排 你做好自己的本质 工作就行了 知道了 走吧 你说你爸把你关在家里了 他没逼你去医院吧 没有啊 他就是 逼我跟你分手 还要送我出国 那 你同意了吗 当然没有啊 刚在一起就把你甩了 那我不成渣女了 那我去接你 你还初次在之前我杨杀的房子吧 不用不用 你等我逃出来去找你吧 我爸正在气头上 你被他抓到会被打断腿的 朱贤 你现在有命在身 我很担心 放心吧 我有办法 帅爷 马上就到叶家了 没想到叶总会主动退婚 这样 您就不会被董事长责备了 怎么办两家的心股规划 这么坏事就算得了 哼 想关注我 没那么容易 哎呀 小姐小心 千万别摔着 你爬那么高 你不要命了 你竟然爬窗户 你活得不太烦了 可恶 竟然被发现了 以后想逃就更难了 爸爸 我肚子好疼啊 一定是刚才吓到了 快送我去医院 肚子疼 来来来 送你点点去医院 快 这个身影 怎么那么像初见 伤大哨是来退婚的吧 抱歉 我家老爷 送小姐去医院了 改天再来吧 哎 就算劫不了 亲这也不是于劫仇啊 连杯水都不给喝 什么人呢 这是 别结了 甚至 走吧 少爷 您之前让我查的 您和叶老五年前之间有什么过节 现在有消息了 是吗 快说 根据资料显示 您和叶老五年前并没有正面接触 唯一的交集是您和他的女儿叶夫生小姐都就读于海市同一所大学 并且你们谈过恋爱 我跟叶小姐谈过恋爱 这不可能 我残存的记忆里只有出现一个人 我不可能认错 但是你们只谈了半年 而且叶小姐很快就休学离开 而您发生的车祸失业 这就是您和叶小姐五年前的合照 私家侦探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 夏凉 夏凉 是初见 初见就是叶小姐 看来我没有任何人 他们是同一个人 原来这条项链就是初见 所以五年前我一直查不到初见这个人 是被叶总刻意抹去了 我想试的 叶家大小姐未婚先俊 医院独自多谈 叶家股市大跌 是直播 是媒体 媒体把叶小姐给拦住了 快去医院 叶总放心 叶小姐和肚子里的胎儿都很健康 怀孕初期子宫增大 会导致下肤隐痛 是正常现象 好 谢谢医生 这真是胡闹啊 怀着生命还爬那么多 出了事怎么办 我知道错了爸爸 真是的 喂 啊 好 公司有点急事 我回去一趟 你在这好好呆呆 别再胡闹了 你留下来 好好照顾初心 他好运的事情 不能让外人知道 好的叶总 云姐 我突然想吃橙子 你去帮我买两个好不好 好 叶初心 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你无耻浪荡 受尽世人折叠 不得不把这个孩子打掉 叶小姐 叶小姐 请问你未婚仙女是真的吗 请问你来妇产歌医院 是为了夺胎吗 你做出这种 让叶家颜面扫地的事情 你父亲知道吗 本小姐是怀孕了 但我一没杀人放火 二没坑蒙拐骗 哪里也没扫地 更何况孩子长在我自己身上 我想生就生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既然叶小姐如此理直气壮 那么你知道 孩子的父亲是谁吗 我当然知道 但我没有义务告诉你们 叶小姐 你言辞闪烁 是因为你平时私生活混乱 找不到孩子的父亲是谁吗 孩子的父亲是谁 与你们无关 叶初心 现在你身名囊结 还连那夜市股价下跌 就算你把孩子生下来 也没有资格跟我儿子抢 让开 让我出去 让一让 让一让 叶小姐有一定的事 请大家不要逼他 叶小姐怎么还推人了 叶小姐不仅私生活混乱 还暴躁异常 是把生的孩子跟你一样 才愿意愿多胎的吗 谁说我要多胎 我和我的孩子都很正常 再胡说 我就告你们诽谤 初心 现在不要跟他们对着干 现在夜市股价暴跌 夜总 真焦头难额呢 股价暴跌 爸爸一定很着急 现在只有当着媒体的面认错 承诺打掉孩子 或许 还能挽回局面 我没有错 我为什么要道歉 就当是为了夜市和夜总 你就委屈一下 就算这个孩子生下来 也会受到甚多嘲笑和指点 叶小姐 你要坚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吗 叶小姐 你连累夜市集团市职 瞬间蒸发百亿 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说呀初心 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你们让开 让我出去 你就这么走了 夜市和夜总怎么办 听说叶小姐和商量 商大哨早有婚约 他知道你还了别人的孩子吗 夜商两家联姻 商大哨还会娶你吗 他会 初心 你没事吧 没事 你怎么来了 你是什么人 提什么提商大哨的决定 正凭他 就是商大哨本人 你是商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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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啊 我之后 会向你解释的 他就是那个 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商大哨 天啊 没想到商大哨这么帅这么年轻 商大哨的意思是 明明知道叶小姐四十五分的 难道她肚子里怀着别人的孩子 你就要娶他们 成色娱乐时 肆意造谣匪谤 并且传播不实消息 等着监律是好的 难道我说错了吗 我未婚妻的孩子自然是我的 我们两情相悦快就会亡分 如果再让我封到任何侮辱她的字眼 就等着我的团队告了她倾家荡城 叶初心和商云亦不是没有见过面吗 怎么突然又勾搭上了 她凶人的样子也好帅 商大哨 请问您和叶小姐的婚期定在什么时候 我们要完婚了吗 我怎么不知道 请问商大哨和叶小姐的婚期定在什么时候 婚期吗 这点是越早越好 毕竟叶商两家联姻 婚嫂已经定好了 请问您对叶小姐未婚先孕做何感想 年轻人恋爱自有无拘束 我作为父亲 希望早一点抱抱孙 好了 今天时间不早了 才放你到这儿吧 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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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 回家再说 爸爸 我坐他的车很快就回来 叶伯父放心 我会把他安全送回家的 不是你好好看着初心吗 怎么又让记者被围了 对不起 是我的失职 我只是下楼帮初心买个橘子 没想到他会趁机逃走 还被记者抓个阵兆 行了 行了 哭什么呀 又没说你什么 好了 回去吧 你 该死了 本来以为能让夜初心身半淫灭 却没想到半路杀出了少云毅 你怎么会是少云毅呢 你不是叫夏辽吗 抱歉 初见 应该是初心 夏辽是我以前的名字 我不是有意要骗你 啊 算了 不用解释了 谁还没点秘密啊 我也骗你了 咱俩扯平了 那你 不生气了 气什么 幸亏你是上大哨 也幸亏你及时赶到 帮了我大忙 不然我就惨了 也幸好 你是叶家大小姐 幸好我们的婚姻缘还没有解除 嗯 初心 你愿意嫁跟我吗 我刚刚说的那些话 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记者 我是真的想跟你结婚 答应我 好吗 不过 这也太快了吧 我们才刚在一起 而且 我之前也还没有考虑过 不急 你可以慢慢考虑 好 我考虑考虑 还真的好爱我 居然求婚 我考虑好了 我答应你的求婚 嗯 真的吗 这么快 不过 我是老叶唯一的女儿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要做叶家的继承人 所以必须得姓叶 好 我答应你 老叶同志 没想到吧 夏辽和双云一竟然是同一个人 我们已经决定结婚了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小姐 这可是婚姻大事 您可要慎重啊 我很慎重啊 双云一很好 我很喜欢 老叶也喜欢 我跟她结婚 再好不过了 嗯 老叶 你不是一直希望我跟她结婚吗 现在我们要结婚了 你怎么还板着脸啊 商大少 既然同意把婚退了 又把婚训公布出去 你这是意欲合理啊 抱歉 叶伯父 之前为了维护您和初心的声誉 我不得不公布婚训 堵住媒体的嘴 况且呢 之前我不知道初心就是您的亲女儿 所以才会同意退婚 不过好在真相大白 为时未晚 我看你是黄鼠狼给季拜年啊 没样好心啊 老叶 他说的都是真的 我可以作证 叶伯父 我不知道之前 对您有做过什么购买的地方 希望您看在我年少不知的份上 给我一次感不自信的机会 我爱初心 就像爱我自己一样 请你把她放心地交给我吧 嗯 老叶 你不是说他才貌双全和我天生一对吗 你快答应啊 这小子看起来真的是意了 并没有什么阴谋 就算以后想起来了 还有初心从中斡旋 他未必能做出伤害叶家的事 除非他想和初心彻底决裂 况且夜商两家的婚事 经过媒体大肆报道 不仅股价回升 还创了新高 这门婚事 建在闲上 没有防悔的余地了 既然你们两个决定了 那就挑个好日子 把婚结了 我女儿的婚姻大事 必须要隆动操发 不能有任何待忙 好 一定 谢谢爷伯父 我一定不会让初心受半点委屈 老叶最好啦 我就知道你不会反对的 还是明明啊 轻而易举的就搞定了未来老丈人 是叶祖精明 他善于利弊权衡 不管五年前我与他有什么见隙 他都不可能为了回婚而损害叶氏的利益 少爷英明 不过 既然五年前我跟初心在一起过 他却不记得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 你去查一下 好嘞 明白 还有 初心前脚刚到医院 后脚记者就围了上来 不可能这么从小 肯定是有人暗中操作 一并查一下 好 明白 夏良 我猜你眼里就这么廉价吗 为了五百万你就放弃我 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我就没必要你癌 叶祖精明 我根本就没有喜欢过你 要不是为了给我命理治病 我根本不可能和你身上的大小姐 虚以为疑 夏良 为了下眼你就可以玩弄我 喜怒我吗 你为什么这么卑鄙 没错 为了妍妍 我什么都可能做 初心 你要怪就怪我吧 别怪我哥 他是因为我才假装喜欢你吧 都是我的错 妍妍 我都想起来了 是我伤害了她 是我放弃了她 她恨我 所以您的记忆恢复了 二十四小时够关注夜市的自己弄下 任何风吹草弄都要与我汇报 你又对付夜市 夜魂这个老狐狸 我们要做随时被她反咬的准备 前两天还说没谈恋爱 今天就要结婚了 你搞什么废弃 哎呀 计划感不上变化嘛 双云一超爱我 她跟我求婚 我也不好拒绝呀 不是 在求婚你就答应了 你喜欢她吗 我当然喜欢啊 不喜欢怎么答应啊 我和李定在下个月 你要记得回来啊 瞧你那不值钱的样 放心吧 我已经赶回来 哦 我到她公司楼下了 我先挂啦 嗯 我要给她一个惊喜 天呐 是叶家大小姐 商总的未婚妻 知道网上看到了 凤子成婚能当户队那种 要好好招待不能得罪 嗯 请问 叶小姐是来找商总的吗 这边请 谢谢 是 少人 叶小姐失忆的原因 找 五年前 叶小姐和您分手之后 她很快就就绝了 心神状态一直半 多次进到医院 其中有一次 是在家里有饮食溺水 还有一次 是否让她们变回 是我的错 是我把它还成正 后来叶总 就为叶小姐找了心理医生 没过多久 她就满血复活了 虽然治疗过程 医生不愿意透露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 她有严重的抑郁倾向 我怀疑 她之所以能够痊愈 并且忘记你 可能就是治疗过程引起了 是她可以忘记我的 她恨我 她要把我从她的肌力完全剃除了 少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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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像见到鬼似的 我有这么吓人吗 是太惊讶了 初心 你这个时候 应该在家好好休养 怎么过来了 因为老叶不关我了 我重获自由 就顺便来看看你 那有没有一点可能 是因为你想我 嗯 好吧 有一点 初心 我也想你了 嗯 很想 原谅我恨你 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 不能让她想起过去 绝对不能 嗯 少云叶 你抱太紧了 你快松松 嗯 抱歉啊初心 是我太激动了 嗯 你激动什么 激动我和你在一起 就像做梦一样不真实 我真的好害怕 有一天醒过来 你突然就不在了 她这么紧张 是因为我没给她安全感吗 放心吧少云叶 本小姐答应你了 就绝对不会返回 绝对不返回 嗯 嗯 嗯 明明早上吃得很饱 怎么这么快又饿了 嗯 因为现在你是一个人吃两个人的饭 所以饿得比较快 嗯 嗯 对哦 肚子里面还有个小家伙 嘿嘿 那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嗯 好啊 哥 颜颜 你不是在国外进修吗 怎么突然回国了 嗯 你都要和叶初心结婚了 我怎么不能回来 少云叶 原来你还有个妹妹啊 我以前怎么没有听说过 她竟然不认识我 我五年前才回上家 之前一直跟母亲生活 夏妍是我继父的女儿 哦 看初心是把和我相关的人和事都忘了 哦 一夫一母亲兄妹啊 蛮外语气怪怪的 嗯 你好夏妍 我叫叶初心 是你哥哥的未婚妻 我们的婚礼定在下个月十号 到时候请帖一定亲自送到你手上 叶初心 你不会是忘了 夏妍 你刚回国 你先回去休息 有什么话改天再说 好 走吧 嗯 叶初心 为什么你还要一魂不散地缠着我哥 五年前我能把你从他身边赶走 现在也一样 哥 你不能和叶初心结婚 我不同意 这是叶上两家共同殿下的婚点 你为什么 因为叶初心 就是你五年前车祸的最够祸手 哥 其实五年前 你就和叶初心谈过恋爱了 但是她嫌你穷就和你分手了 你身手打击失魂落魄所以才出的车祸 哥 她就是个贤贫爱富的女人 她根本配不上你 你不能跟她结婚 你不是说我没逃过来 当初我车祸醒过来的时候就问过你 你为什么失口死人 我也是为了你好 你们已经分手了 你早就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还听她有什么意义 你现在呢 当年我明明是为了拿叶家的钱给你治病才放弃出现 她才是受患者 你为什么现在反过来诋毁她 你都想起来了 我要没想起来 就应该被你随意护摸吗 哥 你弄疼我了 你以前都不会这么凶的 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你满嘴 我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 真正变的人是你 叶儿 是你答应了我刚刚照顾我一辈子的 可是转过头你就跟叶初心两个女龙 我能把我抛制倒后 是你先欺骗的我 五年前你得了胃癌 我没日没夜的照顾你 甚至还为了你放弃初心 你还要我怎么照顾你 难道要我一直围着你转 一辈子守着你吗 本来你应该喜欢结婚的人就是应该是我 不是叶初心 你在胡说什么 我只把你当妹妹 妹妹 连血缘关系都没有 算马门子的妹妹 而且你姓商我姓夏 我们现在更是连兄妹都算不上 哥 你不能跟叶初心结婚 你不能够抛弃我 否则我爸爸在天之力 是不会得到安息的 展颜 你真是在无力取暂 我是答应过下属输业这部分一辈子的 但并不代表我要一辈子和你捧绑 我们都有各自的生活 我不可能为了你放弃我的爱情 婚姻 但我可以保证 无论今后你遇到什么困难 我都会竭尽全力放弃 意思是 弟弟下定决心要跟她结婚了 是吗 没错 我爱初心 我已经失去过她一次了 我绝不会失去她第二次 没想到你这么忘了婚姻 我爸真的是瞎了眼 才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 心疼爱护那么多年 我不会让你出伤 派人给我看着夏爷 有什么一举一动 随时够苦吧 好的 少爷 哦 对了 上次您公司让我去查是谁暗中爆料叶小姐回应的事了 结果出来了 可太警报了 快说 延拜关子 是叶总的私人秘书主任 他不单单是叶总私人秘书 还是叶总的秘密情人 他还给叶总生了一个孩儿 都六岁了 没想到吧 这件事情绝不能让初心知道 他也只以为叶家只有他一个人 所以才要生下记者 要是他知道叶怀宁一直瞒着他 就这是勾当的 他会伤心的 明白 那这些证据怎么办 把他匿名给叶怀宁 我相信他不会纵容一个地下情人做一些伤害的亲生女儿 和集团利益的事情 好的 是不是我太挂了你了 你让他背后捅我刀子 老爷 老爷 我只是一时鬼迷心叫 才会向媒体透露初心怀孕的事情 我错了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记住 初心是我叶怀宁的新生女儿 你要敢动她一干头发 就是跟我叶怀宁做地 没有 我没有想过要伤害她 我只是想借用舆论的压力 拿了根生手早日成婚 这样菲菲才可以早点回到叶家 你没以为你打的什么算法我不知道啊 我叶怀了你的给你的是你的 不给你的就别痴心往下 老头老 不要吵架 老头老 没有吵架 再谈工作 走 老头老 你去酒吧 走吧 死老头 没想到我跟你这么多年 连你女儿一根头发都比不上 还想把我儿子夺走 总有一天 我会把叶家所有的一切都夺过来 叶初心 聊聊吧 还真是失忆了 你记得我了 有什么话快说吧 怎么失忆的 车祸 生病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嗯 我没有失忆 算了 什么原因不重要 重要的是结果 你知道你忘了什么事吗 啊 那你说说 我都忘了些什么 你忘了五年前 我哥是怎么欺骗你玩弄你的 哦 他为了给我治病 假装喜欢你分别爱 对你父亲那里 要了五百万之后 把你给甩了 就算少云一不是你亲哥 你也不用这么嗨他吧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在我哥心里边的位置 没有任何女人能够代替 他可以为了我做任何事情 包括玩弄你 不信你可以找你的父亲对峙 既然你在他心里那么重要 那他为什么不跟你结婚 而是跟我呢 叶初心 你对我哥玩的把脑子玩坏了吧 你觉得这样很犯贱吗 小爷 那够了 初心是这么好的 给我抱尊重了 初心 他说的都是胡话 千万没当中 要不是你提前打电话 跟我说他有妄想症 我都想抽他了 怎么 你妹妹精神异常 有妄想症 大概是他这两年 在国外的学业压力太大了 总有一些离奇的想法 如果他说了什么胡话 惹你不高兴了 请你看在我的面子上 多多包涵 行吗 放心吧 本小姐温柔大方 肯定不会跟一个病人计较的 妹妹想象力额太丰富了 她竟然说我失忆了 说你是一个骗情骗色的大坏蛋 别当真 我喜欢你都来不及 怎么可能骗你 我没有被迫害妄想症 我说的都是实话 他在骗你 你失忆了 好好好 我失忆了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行了吧 妍妍 你最近压力太大了 我让人送你回去休息 不需要休息 放开我 我没病 放开我 哥 你不能往我无意 你不能和叶之心结婚 爷爷 放心吧 病人没什么大碍 只是滴血糖严重 再加上情绪激动造成的昏迷 谢谢医生 好 初心 我先设备了 子兄医生 你等我一下 嗯 去吧 医生 我妹妹五年前的未来 他身体这么虚弱 会不会复发的东西 这不可能呀 病人身体各项指标正常 并没有抗癌迹象 没有抗癌迹象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没有得过癌症 不过 如果病人饮食不规律 会有可能 会有可能 胃炎 或者胃盔症 我带他去过几个医院 检查出来都是胃癌 而且后期的治疗 全身都没胜过的 他不可能也能弹呢 除非 除非 有人帮他 少爷爷 少爷爷 你怎么了 你不舒服吗 脸色这么难看 没有我就是 有点头晕 那要不要去看看医生啊 正好我们在医院 不用了 我现在没事了 我们回去吧 那好吧 老叶 云姐 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我儿子 他在课外服 你都说什么 我跟叶总在见客户 正好接到电话 他看我着急 就陪我过来了 原来是这样啊 不错嘛老叶 这才是中国好老板 该有的样子 不要一天到晚压榨员工 知道吗 臭家 一天没大没小的 你爸怎么当老板 还用你来教啊 非非怎么受伤了 严重吗 他爸爸还没来吗 他爸爸正在赶上个路上 初心现在有孕在身 不能受刺激 还是先别让他知道 这俩的关系 初心 我人还有点不舒服 要不 我们下回去了 那好吧 那老叶 我们先走了 去吧 去吧 叶伯父 睡觉了 怎么弄得也要打架 我们说我是没有爸爸的一万孩子 他说我妈妈是肩不得光的小三 我不活气 你会那么咋了 爸爸 我明明有爸爸 为什么每次抱歉都不来见我 你也不来跟我开家长会 你说不爱我 对不起 是妈妈的做是妈妈没有保护好你 才让你被别人欺负 你不要怪你爸爸 爸爸 我肯定是爱你的 只是 爸爸这段时间不上忙 爸爸保证 你下次家长会 爸爸一面去 好不好 好 等初心婚礼结束以后 戴飞飞回叶家了 不枉我这些年的忍辱负重 嗯 头还晕吗 刚刚明明就在医院 也不看医生 抱一抱就好 抱一抱就好 嗯 对不起初心 我真的该死 竟然为了一个默许有的谎言 你把你伤成这样 唉 真的你没办法 爸爸 谁让本小姐温柔贤惠呢 所以啊 我来接着把你学会了 嗯 想娶我的人 从这里排队到了英国 你是最幸运的一个 我是最爱你的妹妹 初心 我很爱你 一直都很爱你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相信你啊 我也爱你双元一 嗯 谁怎么关着我 我哥呢 让我哥过来 我要见我哥 让我哥过来 哥 你终于来了 你为什么关着我 不让我去 五年前娘未来骗 究竟是谁帮你瞒听过 我 什么骗你 什么门前过海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是简直报告 证据确凿 事到如今 你还在装上 我 你居然中调查我 你居然中调查我 我年前到底是谁帮着你 现在 我不想准备第三个 否则我们之间的胸内的名字 说 这是叶初心的父亲 叶怀林 叶总 您放弃吧 我和初心是真心相爱的 我不会因为任何原因离开他 除非他先离开我 告辞 叶先生 我哥从小就是个倔强的人 决定的事就不会变 您只是用钱是没有办法让他动摇的 这样反而会影响您和叶小姐之间的妇女之情 难道 你有办法 只要您肯配合我 我哥虽然不在乎钱 但是他在乎我 我保证他一定会主动离开叶小姐 你真是可恶又可恶 你知道五年前我跟初心分手有多困苦 你竟然拿胃严来骗我 我是骗了你 那是因为我在乎你 我不想你和叶初心在一起 我没错 虽然不及你还在脚底 想想 太让你失望了 你凶什么 难道我没有得挨着你不应该庆幸吗 还是因为 你盼着我死 这样就没有人阻止你和叶初心在一起了 我们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 你为了一个女人盼着我病死 真正狼心狗肺的人是你 好啊 但凡你有一点愧疚之心 你我之间的兄妹亲也不必消灭待机 好好看着 婚礼结束之前 回来回来 哥 你去哪儿啊 哥 哥 只要你回来你不能结婚哥 哈哈哈哈 你答应我妈照顾我一辈子的 你不能忘了不回 哥 再过两天就是婚礼 又能出任何插座 嗯初心 嗯 你今天真漂亮 你也很帅啊 哦 我爸爸呢 他在前厅招待客人 嗯 那你怎么不去啊 不急 离婚礼开始还有一个小时 小心过来陪你 我去接个电话 很快就回 嗯 去吧 初心初心 蓝蓝 你终于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赶不上了呢 我已经替你好好教训我这个臭小子了 还不夸着向你初心姐道歉 初心姐 对不起啊 是我给迷心翘了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 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原谅我吧 行吧 看在你姐的面子上 就原谅你这个臭小子 初心姐 你真要结婚啊 嗯 当然啊 多事 哦 对了初心 这个是你五年之前给我的 说是如果你在谈恋爱 就让我把它给你 否则是在你结婚之前赶上了 嗯 还有这回事 我怎么不记得了 新型树叶是我的名字 我很喜欢 谢谢你下流 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你 我也很喜欢 现在你死心了吗 可怕是用金钱诱惑了她 那是选择和她自己做的 在她的心里 你永远离得上她妹妹的位置 你是最放逐 我满静小姐 这小姐 经过去年 你将忘记 与夏凉相关的所有记忆 你确定吗 确定 这个吊坠 将是你开启记忆的唯一钥匙 请你妥善保管 他说是 你怎么了 怎么哭了 没关系 只是突然清醒而已 抱歉啊 初心 夏宜那天出了点状况 我得过去处理一下 但是你放心 我一定在婚礼之前赶回来 你怎么 没关系 去吧 谢谢你 初心 我很快就回来 等我 初心 那个就是你的准新郎吗 怎么在婚礼之前 把你独自抛下了 太过分了 没关系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们也走吧 初心 这 这婚礼你不要了吗 这婚礼本来就不应该存在 走吧 上云一呢 让她过来我要见她 不得我就出事见下去 夏宜 发什么疯呢 赶紧给我过来 要我过来可以 马儿跟叶属心分手 你能不能正确 别动不动就拿名要求 那是因为 只有这样你才会听我的 这次你休息了 可是你还是过来了 不是吗 你根本没有办法眼睛正看着我死 昨天你会对不起我爸 我会后悔一辈子 给叶属心打电话分手 立刻马上 五年前我是真的相信你病入高荒 才会不惜一些代价救了 但是现在是你自己作死 我无能为力 什么意思 命是你自己的 要死要活你自己做主 我是不会再受你任何要求 为了一个叶属心 不管我的死 你对得起我爸这么多年 对你的照顾和疼爱吗 是你自己不爱心的自己 真正对不起他的人是你 我不听 你再不跟叶属心分上 你信不信不信我跳下去 那你跳吧 要是死了 我给你买最贵的木头 要是没死 我就给你请最好的医生跟护工 就当报答叔叔的恩情 离婚礼还有一个半小时 初心还在等你 我没时间给你瞎你 回来 你回来 这这这这 是 少爷 是婚礼现场的工作人员打来的 他们说您和叶小姐都不进了 现在现场办成一团 这婚咱还结吗 什么 死丫头 你总算接电话了 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人哪 马上跟我回来 爸爸 我不会跟他结婚了 婚礼取消吧 之前是你要死要活 要嫁给他 现在离阵脱逃 胡闹也应该有个度 不是我胡闹 是你善变 爸爸 五年前你千方百计地拆散我们 现在又想方设法地撮合我 你不觉得可笑吗 你都知道了 没错 我不会跟他结婚的 你死了这条心吧 太刺激了 没想到能带着初云姐逃婚 好好开车 那我们现在去呢 初云姐 送我回家吧 我累了 好嘞 你们都给我小心点 这里都算不可以了 那我们外来呢 云姐 你们在做什么 今天我和妈妈搬过来 和爸爸一起住 这里是我们的新家 这里是我们的新家 初心 你不是在婚礼现场吗 怎么突然回来了 她什么意思 这里是我家 什么时候变成了你的新家 初心 其实飞飞 是我跟你爸爸的孩子 你在胡说什么 初心 我知道 这一时难以接受 但这是事实 我带飞飞回家 是经过你爸爸同意的 这不可能 老爷没有跟我说过 他不可能骗我的 把他们的东西都搬出去 这里不欢迎他们 还愣着干什么 搬啊 不许搬 初心 做人不能太自私了 你母亲已经确实很多年了 总不能让你爸爸 一辈子不婚不起吧 他的年龄都可以当你爸了 你还要脸吗 爱情不分年龄 我跟你爸爸是真心相爱的 你应该理解 我把你当朋友 你想当我妈 以后怎么理解 坏女人 不许你欺负我妈妈 你干什么啊 初心 你怎么拿我骂我 我都无所谓 但是飞飞她还是个孩子 她什么都不懂 你不能这么对她 你们在闹什么 飞飞怎么在这儿 不是说好了婚礼结束以后再带她过来吗 我估摸着 婚礼现在已经结束了 我想着初心的伤当上 已经在环境之旅的路上 我才带飞飞搬起来的 我不知道初心会突然回家 爸爸 就是这个坏女人欺负妈妈 干嘛都赶出去 她是你姐姐 以后和我们相处 不能没有礼貌 我去 这真是真的 你也不够葬了事 所以 她真的是你的孩子 没错 几岁 六岁 是我妈妈病逝那一年 她还病着 你就跟这个女人公道在一起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吗 我没有出轨 我也没有做对不起你妈的事情 我问心无愧 我放对接就很光荣吗 你所谓的夫妻情深全是假的 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妈妈也全是假的 你就是个伪君子 闭嘴 我跟你妈的感情 不允许你再说三套词 初心 你没事吧 不允许你说三套词 初心 叶子 无论初心说了什么 你都不应该对她动手 初心 你是知道这对母子要来 所以才从婚礼上离开的是吗 连你也知道她吗 所有人都知道 就我不知道 看我像傻子一样被你们甩得团团转很好玩是不是 我不知道啊 初心姐 我跟他们不是一会儿吗 初心 别激动 小心动了胎气 初心 我瞒着你是不想让你难过 不是有意要骗你的 别笨我 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五年前一样 现在也一样 初心 都想起来了 没错 我想起五年前你是怎么样欺骗我 玩弄我 夏淫说的对 我就是犯你 才会想和你结婚 我现在恨不得自家撞破 不是的初心 不是的 你冷静点听我解释 初心 你放开我 别碰我 我现在不想听你声音跟字 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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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送医院 你老了 快送他去医院 快快 对 妈妈 他真的是我姐姐吗 但是他一点也不喜欢我们 他喜不喜欢你们关系 反正 他迟早都会从这个家里滚出去的 而你 从今天开始 就是这个家里唯一的小少爷 这个家里的一切 都是你的 接着吧 把我的东西都给我放好了 不是说虽然就想不起来了吗 这为什么现在突然想起来了呢 而且偏偏在婚礼之前 心理医生说 没有钥匙 又永远不会想起来 我在小姐房间里 什么钥匙没找到 可是这几年 小姐一直都好好的 就以为那个钥匙 根本不存在 你们说的钥匙 不会是这个吧 我说过你这种娇气又娇气的大小姐脾气 分手 这是初心之前给我的 说是如果他再谈恋爱 就把这个给他 原来是为了预防恋爱脑发作 渣男 他是不想重蹈覆车 才拿出的吊坠 当作钥匙的 是不是害了他 当然是你 如果不是你 出去会变成下单这样的吗 你才是造成这一切的罪复 我是叶坏凌 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 你的失业果然是装的 为了报复我们叶家 你是能去到山啊你 你少给自己找我 你我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主事 你这是活得超祸心 商家大少为救美人 说下新娘独自离开 叶生大少婚事取消 头条消息 商大少 你为了那个女的 抛弃我们家初心 我看你是死心不改啊 我没有抛强初心 我也不会再为了任何人抛弃他 叶怎么样 正好送了及时 大人小孩都平安 好 那就好 病人动了胎气 身体十分虚弱 不能受任何刺激 请你好好照顾他 谢谢医生 谢谢医生 别碰我 好 我不碰你 你别生气了 合约取消 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初心 初心 我知道你还在因为五年前那些事情生气 但那是有原因的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爸爸 我要退婚 你同意吗 当初 当初是因为被初心未婚先养的舆论逼着 所以才不得不同意这门婚事 现在 伤云已救了下眼 跳河的丑闻在我上火了 正好初心反悔 能退 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既然你心意一决 爸爸算中你的决定 初心 你别 从今天开始 我们的会约取消 我不想再见到你 没听到啊 我初心姐说不想再见到你 出去吧 医生说他现在不能受任何刺激 你在这儿他只会更激动 先离开吧 初心 那得好好休息 我改天再来看你 春姐 那咱也跟小伙走吧 别生气了 谢谢你 你也回家吧 我想跟我爸单独待一会 好 初心 一直瞒着你 是爸爸不对 朱云的儿子 才是你心里的继承人 对吗 还是我自作多情了 因为小时候一直听你念叨 想生个儿子继承家业 我妈妈身体不好 没能如愿 所以我才会一厢情愿地以为 我生一个外孙 继承家业 也是一样的 反正我也不喜欢做生意 初心 如果你早点告诉我 你另有打算 我就不会主动去找伤云医 还把现在弄得这么难看 初心 爸爸也是无奈 毕竟咱们夜家的百年 七夜 不能落入一个外星人受伤 所以在你眼里 我终究是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是吗 没有没有 在爸爸心里 你这是我最爱的女儿 谁都可以不是 就像你爱妈妈一样吗 放心吧 我不会再因为住院 和他儿子的事闹了 但我也不可能 跟他们同住一个屋檐下 出院以后 我会搬出去住 我累了爸爸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吧 商大哨 请问您视频当中 跳海的女人是什么关系 你是为了她 才缺习和叶小姐的婚礼吗 别说叶小姐因此 被气得小产 住进了医院 询问叶商两家的婚约 会因此取消吗 第一 视频里的人是我妹 第二 叶商两家的婚约 不会因为任何人也取消 叶总 请问你对商大哨 为这妹妹导致婚礼取消 这件事怎么看 请问叶小姐 是因为这个固件的医院吗 叶小姐对此事有什么看法 叶商两家婚约 会因此受影响吗 对于商大哨爷的种种表现 让我好不满意 希望她以后 回来的就差不多了 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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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如您所料 下颜跳海的事 是有人在背后 堆拨出来 才在网络上 突然抱我起来的 而且 这个人还多次 暗地里和下颜 取得过联系 商家里 是的 您的堂兄 商氏豪 他应该是想破坏 您和叶家的联姻 才搞这么多小动作 看来上次给大家教训 还够 但是 少爷 叶总 今天的发言 几乎回归了 而且 现在网络上 大家都在说 叶商两家的婚约取消 而且 过错方在 少爷您 现在我们明白 叶怀林 这个老奸巨华的东西 想趁机回婚 你那么 那 您是想 既然软都不行 那就来应 行 还是回家后嘛 这儿相比 家里来说 还是简陋了一些 我怕你住不习惯 这里挺好的 多住几天就习惯了 行 我们谈谈吧 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谈的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赏大哨 叶商两家的婚约 已经推杀了 好了 你会 我再跟你说一遍 别过来 出行 既然你不愿意 爸爸就不勉强你了 人手帮你安排好了 有什么需要 尽管吩咐他们 不要委屈了自己 嗯 哦 我接个电话 喂 什么 海外项目出问题了 哦 我马上回公司 你好好要身体 爸爸有时间再来看你 尚云义 你就是在这沾倒天黑 出行也不会理你的 叶总这么着急 是要回公司吧 是因为海外的制造项目啊 那确实要快乐 毕竟耗资千亿 要是出了什么差错的话 恐怕叶是要伤心共产 原来是你搞的鬼 才发现 我已经没有家了 爸爸的酱鸭药 尚云义啊 你还真是卑鄙啊 竟然暗中垄断 叶家海外项目的原材料 想害我们到期交不出产品 让我们没得破产是吧 不实物化的上站而已 一起叶总的死了 我还是圆叶自己 说吧 想要什么条件 才能把原材料还给我 我想要什么 叶总一直在吃 出行现在对你恨真如骨 即便是没有我阻拦 他也不会接受你的 我相信叶总的能力 五年前能帮我们登记 现在也一定可以说 上云义 你别太过分啊 好吧 叶总是要签一项目 还是初心 只能学责 叶总 交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毕竟对于交付项目而言 一分一分都失去 我怎么知道 你不会暗中使账 或者以后暗地里报复叶家 我只要初心 只要你把事情架给你 五年前发生的全部事情 既有了不足 今后也不会再做任何 针对叶总的事 你要说话算话 叶总 我懂你的好消息 原来不管被上云义 还是爸爸而言 我都是被设计的那一个 爸爸不是公司有事情吗 怎么突然回来了 也没有什么大事 已经解决了 爸爸还是想多陪陪你 这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 哪儿不舒服吗 没事 爸爸是不是有话想对我说 刚刚我出去走了一圈 看见上月一面小子 还在那儿查查 挺有诚意的 你还在为美兰以前的事情 记恨他 爸爸觉得我不该恨吗 是你告诉我 他为了下眼离开我 我是被舍弃的那一个 是是是 他当年为了下眼离开你 确实是他不对 不过 我想起来吧 对爸爸也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爸爸让他没了工作 让医院居住他妹妹 他才走投无路 拿钱离开你的 你把他逼得走投无路 为什么以前你不说 现在你才说 看你最近吃了不少苦 爸爸也是凡然性悟 如果不是爸爸阻止 也许你们两个就在一起了 可能过得比谁都幸福吧 你的幸福 你爸爸的任何书都没有 所以爸爸的意思是 爸爸知道 你看你还是喜欢他的嘛 那不如我再给他个机会 毕竟这小子 假饰 相貌 那都是往里挑衣的呀 而且 还是我问谁的起手爸爸 你跟他在一起 他是最幸福的 到底是为了我的幸福 还是海外的迁移项目啊 爸爸 别演了 你和双元翼的谈话 我都听到了 几大笔子就听到了 那你应该知道 这臭小子 跟我们夜市造成多大麻烦 用短缘材料 不让我们按起交付 依照何重 我们要批上百亿 加上千亿投资 我们又是要批上千亿 甚至卑鄙波产 只有你嫁给他 这小子才看把手 如果说我不嫁呢 这事由不得你 必须嫁 五年前 我喜欢他的时候 以前他穷 前方百计 逼我们分手 现在他有钱 有事发过来 又嫌你 你又逼着我嫁 爸爸 我是人 我有情感 有思想 我不是你手里 代价而辜的货物 爸爸知道你不是货物 你是爸爸 绑在手掌上 掌上明珠 但是你也应该清楚 自从你出生 吃穿用肚 那都是最好的 夜家给你 最好的条件和优势 那就在你关键时候 必须做出牺牲 这是你作为夜家女儿的责任 是不是 只要我嫁给上月一 就不见夜家了 是 好 我答应你 说今啊 爸爸 还有些后续分子要处理 你 注意休息 爸爸 保护不养身体 爸爸有时间来看你 你也是 爸爸再见 我不仅没有家 想家连爸爸也没有 你哭一下 初心 你原谅我好吗 是不是只要我答应嫁给你 你就放过夜市 是 我知道这样做很卑鄙 但是你不见我 也不听我解释 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不想再失去你一次了 初心 我们很好 好不好 希望你说到做到 明天早上九点 民政局见 那婚礼 结个婚而已 不必这么麻烦 你回去吧 初心 你别这样 你如果生气的话 你打我骂我都行 你发泄出来 但是 你不要这样对我 冷却行不行 你见过会发泄情绪 打人骂人的货物吗 没有把你当货物的意思 我只是不想失去你了 不用解释了 这一切都不重要 初心 我累了 好 那你好好休息 明天一早我来见你 不行 你有孕待生 也完太晚了 知道 看来不把五年前的事情 解释清楚 他会跟我领战一辈子 你干什么 初心 今天 是我们结婚的第一晚 所以呢 我不希望我们在怨恨中度过 所以 你给我点时间 让我好好跟你解释一下 五年前发生的事好了 你说 五年前我跟你说的分手的话 全都是假的 我跟你在一起 不是为了钱 更不是为了下眼 我就是很单纯的喜欢 真的很喜欢很喜欢 别白费力气了 我在洗手间的香薰里 加了迷药 你很快就会昏睡过去 为什么 你们让我嫁 我嫁了 我嫁了 我的任务完成了 我再也不欠你们 从今以后的 从今以后的人生 是属于我自己的 我要离你们远远的 再也不嫁了 再也不要受你们的操控 别走 别走 我相信你对我的喜欢是真的 但最后的结局 不就是你为了下眼 舍弃我吗 就像我爸为了公司 舍弃我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不是你的错 只是我在你心里的位置 不够重要而已 所以我不怪你 但我也要舍弃你 双云一 我绝对不会爱一个 会为了别人舍弃我的人 我走了 别来找我 小慎 小慎 出席人不见了 去把他给我找回来 快 老爷不好了 上大双那边来电说 大小姐不见了 什么 出席人不见了 怎么会呢 这好好的 刚结婚第一天 这个臭小子 不要找他用 说话 老爷 你别太痛心了 出席人家 竟然只有天象 不太有事 喝死 再问你才好 少爷 根据警方的消息 叶小姐可能也许 大概跳江了 因为他们在江边 找到了叶小姐的一只鞋 并且叶小姐在五年前 就确诊了抑郁症 所以 无不轻生的可能性 是 可能 初心绝对不可能轻生的 他自己就说明明 少爷 您快一个星期 没好好休息了 休息一下 再这样下去 您身体吃不着的呀 继续学找 初心不可能死的 他一定就在某个地方 快去 到了吗 到了摄影 根据 那张库斯叶小姐本人的照片 就是在这附近拍摄的 这个小镇 人口有三百万 而且 来来回回 旅游的人特别多 所以我 贼的人 没得要亲自 我那可以找杀人 你也拍摄吧 这个背影 在你梦梦出现的问题 没有人利用电手机 好不容易有一点现实 交给别人的会放心 再说说救我 别哭了 别哭了 妈妈抬下我的头发 不是 大叔 这么多头发 我们没弄到何年何月呀 还不快帮忙 真不想承认 这娃是我生的 怎么回事 妈妈 我头发要掉光了 初心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就知道 你没有死 这位先生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初心 我是初见 叫你不吃偏要吃 吃成这副鬼样子 看我不把你剃成秃头 妈妈 我不要剃秃头 这个孩子叫初心妈妈 难道他就是 叶小姐 叶小姐 这个大少 这找到你了 你们真的认错人了 我不是什么叶小姐 也不是初心 走 回家剃头 我不要剃头 少爷 你说叶小姐 不会又把你忘了吗 没有 她只是还在生我气而已 啊 跟上去去吧 两个三小姐 请来训练吗 是吧 房间满了 你们找下一家吧 啊 初姐你记错了吧 现在是淡季 房间还空着呢 好耶 欢迎帅叔叔住我家里来 谢谢 我说人的大腿 也可以随便抱吗 嗯 初老板 你这是放着生意不做 当然不是了 两位先生是要 两件还要一件 两件 啊 你去房卡 啊 啊 那个 我那个行李还有点多 要不 就像这个小姑娘 你陪我去拿一下 啊 那个老板 你就带我们少爷去下房间 好吧 啊 好 没问题 来来来 你就给我待在这 哪也不许去 跟我走吧 妈妈好凶 这一间和隔壁那间 请自便 你神经病啊 都说了不认识你了 初心 我知道你没适应 你还不理我行吗 他们都让你挑江了 但是我不信你 因为我知道你坚韧顽强 你是不可能做这样的傻事的 所以这五年我一日在找你 跟我回去吧 好不好 谁让你找我的 我就是想离你们远远的才躲到这里来的 你还找我干什么 初心 你别生气了 好吗 不好 你最好赶紧离开 不要再来打扰我现在的生活 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瓜葛 不是行李多 一个人打不动吗 主要呀 比较贵重 就需要两个人一起付手 帅 刚才听清楚了 叶小姐呢 是五年前 被一个叫做林海的渔民给带回来的 对外说呢 是林海的大学同学 被渣男骗财骗色 还背上了巨额债务 害怕被人追债 所以躲到了这里 林海呢 还有一个妹妹 叫做林陶 两人从小父母双亡 相依为命 后来他们一起开了这家民宿 听说收益还不错 海爸爸 你回来了 少爷 看这情况 对你不利呀 咱们得做好长期度争的准备 我们的行列还是去小店吧 搬过来 好嘞 妈妈我做的漂亮呢 别淺乱 苏老板 请问你会电影餐饮 不提供 你们去外面找吃的吧 提供了 张先生 咱们店的菜可是当地一决 保证你吃了提供下来 谢谢 初姐 你今天怎么所不是有钱不赚呀 两人是来本店用餐的吗 这是我刚从海上打回来的海鲜 我去准备一下 一会就能吃了 麻烦你 客气 我来帮你 帅叔叔 我海爸爸做的菜可好吃了 我请你吃 谢谢 来初姐 你最喜欢吃的 谢谢 还有我们瑟瑟也喜欢吃这个 是不是 海爸爸 好吃 我还要 这就是性问爱吗 少爷不会原地爆炸吧 初心 这个也好吃 我都吃点 我不需要你夹 帅叔叔 我要你给我夹 要什么要 你是乞丐吗 不正常 初姐和这个伤仙兽 绝对有故事 我去市区送货了 快回来的晚一届 你先睡 不用等我啊 嗯 知道 海哥 等一下 你杯子没拿 海哥等一下 是他吧 他找来了 我在新闻上见过他 嗯 那 你会跟他回去 当然不会回去 别紧张 只要你不愿意 我不会让人抢过你的 海哥 路上小心啊 你跟那个心灵的什么关系 我跟他是什么关系 不用你管 你喜欢他 没错 我就是喜欢他 所以你最好赶紧消失 不要再来打扰我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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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不是你喜欢他 初心 你是骗我的对不对 你告诉我 你是骗我的 你说 你算什么东西 我为什么要骗你 我是你的丈夫 你不可能喜欢上别人 我不准 所以你是在提醒我 我只是一个交易的筹码 没有喜欢别人的资格和权利 是吗 不是 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初心 对不起 我不应该忽略你的感受 假如你跟我结婚 但我害怕失去你啊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你告诉我该怎么做 你才会原谅我 离婚 只要你跟我离婚 成全我跟海格 然后永远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我就会原谅你 离婚 未来为个姓名的 你让我跟你离婚 你就那么喜欢他 没错 他给我的开心和幸福 是你永远也比不了的 不可能 我是不可能跟你离婚的 初心 你原谅我的是不是 不然的话你也不可能剩下瑟瑟 还把你养这么大样的 这么可爱 我跟你说 她是我们姑娘的孩子 她是我们剁不了的鸡巴 你别自作多情了 我早就不喜欢你了 瑟瑟是我一个人的孩子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凶想用他来保住我 妈妈 帅叔叔 你们在干什么 妈妈 帅叔叔 我也要玩 大人的事 小孩手称呼 走 少爷 叶小姐 弃小了吗 她和我离婚 让我呈现她和林海 不是 叶小姐 难道跟那个林海 他俩认真的 不知道 我现在脑子很乱 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我怕我一冲动 又做出伤害她的事情 哎呀 别灰心 少爷 你们两个现在毕竟是夫妻关系 只要你不离婚 她肯定没有机会 当然 你还是有机会的 海哥 辛苦了 来 喝水 怎么突然陷一陷 吓 小一跳 帮帮忙 让那个狗男人死心 早点离开这里 行 黄连哥 你先回去休息 不一会就回来 林先生 她是我的妻子 麻烦你以后不要对她动手动手 你又在婚礼前就独自离开的男人 你还有什么资格出现 我如果是你啊 现在就找个地方钻进你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们夫妻之间的事 还轮不到你个外人来收到 结婚第一天妻子又离家收到 犯什么回家 海哥你没事吧 少爷爷你有病吧 你凭什么都说打人 你为了这个野男人打我 你活该 你打海哥 我就打你 文静 双先生 在感情的世界里 不被爱的才是小三 出现现在爱的人是我 我劝你啊 还是死去的 跟着走 没错 我早就不喜欢你了 你对我而言 不过是一个分手十年的前任 一个合格的前任 就应该像死了一样安静 别来破坏我们的生活 就这么恨我 甚至希望我死了 没错 你最好死得远远的 成全我和海哥 叶少姐 您不能这么狠心啊 当年大少确实是因为救夏淫 和你分手 可夏淫的海上报告 那也是您父亲看人伪造的 大少他也是受害者 而且当年大少因为失去你 甚至尾移不振 而是让淫妇的车户 插着心意就不保了 您离开这么多年 大少没有一天晚上睡过好觉 他已经得了失眠症 现在时不时的就头疼 就算你现在要一亲别恋 你也不能这么伤害大少呀 况且他还是瑟瑟的爸爸 够了 别说了 父亲 如果这是你想到的 我撑起你 你最好说到做到 哥 你什么时候变成小三了 嘘 李渡 妈妈 帅叔叔真的是我的爸爸吗 宝贝 他是你的爸爸 但是他有自己的生活 很快就会离开了 以后妈妈还有海爸爸 陶阿姨 会一直陪着你的 好吗 就是离婚协议 你签了我字以后 我拿回去处理回去 可欣 你再偷了 从今以后 我不会再来打转 谢谢 不送 不送 我不会再来打轮 我们来拨返车 security 他看起来也没那么的舌不舍 你也没那么恨他 何必闹上这样 是啊初见 这个沙先生为了承诚你和哥 居然同意离婚 我看他真挺在乎你的 我不知道 我一开始也以为他很爱我 但是他一转眼 就为了别人跟我分手 我也以为我的爸爸很爱我 但是他瞒着我另外有一个家 还为了公司的利益逼我嫁人 我一直生活在自以为美好的幻想里 等到真相揭开的那一刻 那种失望到绝望 绝望到窒息的感觉 我现在想起来都不寒而栗 我不想再经历一次 所以这一次他一出现 我就本能把他对得远远的 少爷 您找了叶小姐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找到了 真的甘心就这样放弃了吧 他不爱我了 如果我继续纠缠 只会让他更恨我 我不想再做伤害他的事情了 而且 他现在过得挺细腻的 转天细腻就好了 走吧 哥 我开信蓝上说 今天中午两点五十分 机场高速发生严重车祸 十几辆汽车相撞 伤害惨重 医护人员正在全力抢救 两点五十 如果商先生他们正常秀逝 正好到几成高峰点 商先生他们不会出事吧 初姐 你要不要打电话问问 您好 您播教的用户暂时无法 没有人接电话 海哥 他不会出事吧 别紧张初姐 说不定只是没听到 徐先生电话呢 没有 我没有徐徐的电话 我之前跟他吵架的时候 让他死得远远的 不会真的出事了吧 你冷静一点 初姐 商先生让他复杂明大 一定不会有事的 您等下再打电话问问 我不应该说这么恶毒的话 但要是真的出事了 我该怎么办呀 走吧 我们去看看 与其在这胡思乱想 不如眼见为时 我们去找他 好的 你在家里陪瑟瑟 我陪他过去 医生 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一个叫 商云役的生命 没有 那有没有叫徐徐的 没有的 没有 没有 你记上最近的 两家医院的照片 那人呢 没事 别安心 没有消息也是好消息 说不定 他明天坐飞机离开了 嗯 时候也不早了 我们也回去吧 嗯 哥 初姐你们回来了 徐先生和商先生也刚到 你身上怎么有这么多血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这个血是别人的 你跟我过来 四四 今天晚上跟陶阿姨睡觉就好 好 好 看见了吧 林先生 叶小姐对我们家少爷还是挺上心的 我劝你啊 不要去做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 把衣服脱掉 我没事 我的真血 是在抢救商人的时候 留在我身上的 不放心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我在出车会的时候手机丢了 所以就没接到那个电话 你还爱我呢 既然没事 那你就好好休息吧 苏星 但是我还爱你啊 我出车会的时候 我以为我自己死定了 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我后悔 我后悔曾经伤害过你 我后悔再次找到你过后 又成全你和别人 所以我就应该死平了脸在你身边 就算你不原谅我 也没关系 我还用我自己的方式 补偿你和瑟瑟一辈子 我们已经错过了十年 我不想我剩下的人生 还在后悔和错过中度过 再个位子就好了 你怎么才来 我们合好了对不对 然后你都不会再帮我走了 就算你喜欢林海也没关系 我会和他公平竞争 重新把你离回来 林海是我重要的朋友 如果没有他 我和瑟瑟就不会有现在的生活 所以别用你那种小人得知的心理侮辱他 如果我跟他真有什么 你早被我扫地出门了 跟你开穿了 我只是太开心了 时过这么多年 我们的心里还依旧只有彼此 从今以后 再也没有什么能帮我们分开 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你放弃吧 为什么 你是不是还恨我 还要赶我走 我早就不恨你了 当年我生瑟瑟的时候 大出血 医生问我宝大还是宝小 我的第一反应是犹豫和害怕 我不是一个好妈妈 生死关头 我没有毫无保留地选择孩子 我也深刻体会到了 当时你的艰难和无奈 我 对不起 初心 对不起 在你最接近的时候 我们又陪在你身边 是我自己离开的 不是你的错 我是想说 我喜欢这里 简单和快乐的生活 我不想回到府城 面对那些耳鱼我诈 所以我不会回去的 那有什么关系 以后 你想在哪就在哪 我都陪着你 我不会再强迫你 做任何事情 可是你还要管理商事集团 你是不可能一直陪着我的 我本身就是一无所有 我是在十年前出了车祸事宜 才稀里糊涂回了商事 接管家里 可就算没有我 想接管商事的人 必必解释 你要为我放弃商家吗 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 以后 也不会再有人帮我分开 妈妈 你们和好了吗 不吵架了吗 和好了 爸爸妈不吵架了 你和爸爸都不在那里好不好 好 好开心 我有两个爸爸了 谢谢你 这些年 对他们母女的照顾 该说谢谢的是我和我妹 如果不是叶小姐 我妹早就病死了 十一年前 我妹得了些年龄的心脏病 需要一笔很大的手术费 在那个时候我没有钱 我在医院磕破了头 求变了人 也没有人愿意救 正好碰到了去医院 照顾母亲的叶小姐 我们平水相逢 不不相识 但她却帮我 变强了所有的手术飞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原来暗中帮助我们的 是叶在大小姐 这是她会做出来的事情 叶小姐身份高贵 什么都不缺 我们兄们想要报答她都难 所以啊 我还挺感谢你 给我这个机会的 能把叶小姐这么善良美好的人伤害得体无完肤 对方应该是个美好的人 是叶小姐 你没事吧 没事 抱歉 等你路了 你不用管我 你走吧 叶小姐 你一个人在外面不安全 你家在哪儿 送你回去 我没有家了 回不去了 那你想去哪儿 我送你去 我想去一个 没有人能找得到的地方 我想要离他们都远远的 叶小姐如果相信我的话 和我走吧 所以 江边的鞋是你故意放的 为了误导所有人 对 叶小姐不想被人找到 这是最好的方法 少爷你终于回来了 大事不好了呀少爷 什么事 是 是夜市集团内部的事 叶总昨天晚上 众兵住院 昏迷不醒 祝云即将宣布 他将取代叶总 成为夜市集团的 新任董事长 千真万确 是这个事 只有集团内部的人 才知道 并且祝云前几天 以夜总的名义 申请了 叶小姐的死亡证 不过被我们的人拦了下来 我估计是 冲着叶小姐 名下18%的股份去的 这个女人还真是 叹动你 别担心 尾巴不一分 他身体一直汗不错 怎么会突然病重呢 自从你五年前 每天以后 尾巴突然大病一场 身体越来越差 但是至于为什么会突然晕倒 现在还不知道 我马上就去查 喂 陈叔 您没急 好 我找办法 陈叔叔你爸 变得很蹊跷 但是现在医院的人手 全被助影给控制了 他连人都见到 希望我帮忙 书记 你想我怎么做 我不知道 我现在心里好乱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论你是想继续留在这儿 还是回去 我都支持 从这个助理 要入住叶氏 这几年 他的地位逐渐稳固 除了叶总之外 没人来与他抗衡 高层近有一半的人都被他弄 如果叶总已经病过气 那么叶氏集团必定是他的囊中之物呀 叶小姐 您就甘心叶氏百年计议 就这样落到他的手里 本来在我爸的规划里 公司的一切就与我无关 这全都落到助云的手里 或许真如他所愿呢 我又何必多管闲事呢 好 那我们不管了 随那个助云怎么折腾 嗯 虽然公司的一切与我无关 可他毕竟是我爸爸 无论如何 我都该回去见他一面 嗯 好 初见你快去吧 别干净 这是我 嗯 好好 五年 终究还是回来了 爸爸妈妈 这个家好漂亮 我好喜欢 初心 别担心 夜总会没事的 少爷 叶小姐 叶种子病有眉目了 说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溢血 前天夜里突然爆发送去医院的 现在正在ICU里昏迷不醒 但是即便醒过来 也不排除永久瘫痪的可能性 就目前的检测来看 并没有外物侵害的特征 初心回来的事情 先不要让别人知道 安装安排一下 让初心去医院见夜总一步 知道 好好看着 没有我允许 谁也不许打扰夜总 是 我们是来给夜总做定时检查的 夜总目前还没有恢复过来 夜小姐 请抓紧时间 爸爸 我是初心 我回来了 我以为只要我成全你 事事都按照你预定的发展 你就能过得很熟悉 为什么短短五年 你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爸爸 你睁开眼睛 看看我 你就会发现我变了好多 你以前说我叫声惯哑 离开了夜家的庇护 什么都不是 虽然没有锦衣浴室 奢化珠宝 但我学会了自己自足 洗衣做饭 经营旅馆 我都会 以前我怪你欺骗我 利用我 可是我渐渐地明白 这世界上没有一种 爱是无私的 不求回报的 只要从小到大 你对我的爱是真的 那就够了 我和尚云一的孩子 是个女孩 她很调皮 也很可爱 等你醒来 我带她来看你 好不好 爸爸 你好好休息吧 我改天再来看你 对不起 没有关系 只要你能醒来 这一切都不重要 祝云 我宣布 祝氏群团 下一任组织长 又 慢着 我反对 叶主席 他竟然没死 这是叶小姐 他不是跳脚死了吗 谁说他跳脚就死了 又没捞着死去 现在突然出现 那是应该是奔着董事长的位置来 这下 有好戏看 祝云 你还活着 真是太好了 所以爸爸就是迟动 一定很开心 但是今天是董事长竞选的重要日子 不能耽误 如果要虚旧的话 我们回家再说好吗 我当然不是来叶旧的 我是以夜市集团第二大股东的身份 来参加竞选 的 初心 你从来没有参与过公司的管理 对公司的业务一概不知 贸然参加竞选 恐怕不太合适了 我的确很少来公司 但并不代表我不了解公司业务 各位董事 这是我根据夜市集团 目前各个项目运营状况 拟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我有信心 在我父亲康复以前 暂待董事长一职 并带领夜市集团走上新的高度 请大家支持我 这样能过关吗 双云一不会骗我吧 姐 我爸清醒了一小会儿 他要我阻止住员 但我对管理公司一窍不通 怎么阻止啊 没事 我来解决 北一定大 与商市集团强强远合 商市的商总是叶小姐的丈夫 如果商市集团作为依托 叶小姐肯定是比住总 更合适的人选 叶小姐所里有她母亲留下的18%的股份 是除了叶先生之外最大的股东 由他站在董事长一职 当然是最合适的 经过董事们再次投票 叶小姐以两票之差 叶小姐 你以为你这样就能阻止我吗 做梦 也是 我要定了 叶小姐 请问萧出五年突然退现 是没有和金谷增多家产吗 叶小姐 您接下来是打算把金谷和基地赶出家门吗 叶小姐 叶小姐 我妻子只是遵从父亲的心愿 暂代董事长一职位 大家不要妄加喘死 谢谢 竟然是商总 他们这是重工与好了吗 商总 请问这五年期间 您跟叶小姐一直保持联系吗 叶小姐 您难道忘了 她在婚礼上丢下您的事吗 叶小姐 请这里回答问题 快来给我重点 累死了 别给我抱抱 我也要重点 希望爸爸能快点好起来 这样我就能把夜市还给他 说什么事 少爷 刚收到消息 十五分钟前 夜市 夜市突然恶化 抢救无效 过失 昨天去医院看他的时候 医生还说生命体征稳定 怎么会突然恶化 这怎么可能 一定是医院弄错了对不对 初心 初心 你放心 我一定帮你查清楚 我没有爸爸了 少爷爷 这次我是真的失去的 初心 还有我 还有瑟瑟 我们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妈妈不哭 抱抱 小姐 你终于回来了 我就知道你一定还活着 可惜老爷 大小姐 老爷病得太蹊跷了 肯定有人 暗中磨害 你一定要查清楚 成叔 凡是要讲证据 自从出境失踪以后 脑爷的身体就越变越差 你是知道的呀 怎么能归到我头上呢 脑爷是飞飞的爸 也是我们的一个 我比谁都希望他好好的 成叔 别激动 爸爸的病因 我们一定会查清楚 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 也不会纵容任何一个人 按照遗嘱 叶总宁向所有动产不动产 以及叶氏43%股份 将由他的儿子叶成飞继承 由于叶少爷还未成年 所以这些资产将由他的生母 祖云代为管理 成叔 这份遗嘱属实吗 是真的 当时 刚月一位小姐跳枪了 重病不起 她为了一下这份遗嘱 既然这是爸爸的遗愿 我没有任何意见 四老头 你该不会以为 叶猪新活着回来 就能把叶氏 从我手里抢过去 做梦里 做梦里 你 毁动东西 对 灭罪你那个老废物 你从来就只是把我当成一个生意工具而已 在你眼里 连个玩物都不如 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 是你让我认亲 靠男人 我能靠自己 我助你想到的东西 就靠自己的双手毒怪 你 你休想 你还不会以为 飞飞真的是你儿子吧 好 没想到吧 飞飞啊 是我跟我前男友的儿子 我扯过小屎的手段 就把你骗得团团转 更放肆的是 你竟然为了别人的儿子 逼走自己的亲闺女 真是好笑 你 我 少爷 你调查清楚了 叶总过世前 一直是祝云在房间里陪他说话 但可能是祝云说了什么 刺激到了叶总 导致了他的病情恶化 但就算是 祝云真的刺激到了叶总 在法律上也不能作为 指控他的证据 现在 祝云手里边 代管着叶总 43%的股份 扎上他之前 暗地里收购的股份 已经超过了50% 也就是说 祝云现在有了一票否决权 所以叶小姐的董事长 被他 怕灭了 朱欣 别担心 如果你想夺回叶氏 我可以帮你 不重要了 我爸爸已经过世 叶氏落在谁的手里 我都不在乎 既然大家没有意见 那么我宣布 著作就是我们叶氏的 新任董事长 谢谢大家 知识 从今天开始 我会带你夜市 走向新的辉煌 夜市终究还是落在我的水 夜怀林 你安息吧 我会替你好好打理夜市 顾老师您好 我是飞飞的妈妈朱云 请问您找我有神事吗 飞飞在学校打架了 祝你事 你有空能来一趟学校吗 好 我现在就过去 你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 竟然背头霸凌其他同学 你可是夜市未来的介尘人 外面多少种眼睛盯着你 稍有不慎就会声名囊截 怎么能让我省点心啊你 你不是夜家 有什么好听 你在胡说什么 你是夜家的大少爷 夜家未来的一切都是你的 那天晚上你跟妈妈的谈话 我都听到了 我不是她亲生的 我是你和别人生的野种 你一直在骗她 你还活生生的把她气死了 你都知道了 我全听到了 你太坏 太可怕了 我讨厌你 你不能这么跟妈妈说话 妈妈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妈妈想把夜家的一切都给你 那是你自己想要 我根本不想要 律师在爸爸的淋来上宣布 与医嘱时 我看到你在笑 你可怕的像个魔鬼 闭嘴 你个不知天高地高的蠢货 要不是我这么多年 人有福州为你谋话 你以为你能过成现在的日子 任何人都可以指责我 求你不行 我讨厌你 我宁愿你不是我妈妈 菲菲 你去哪儿 你给我回来 菲菲 有人吗 救命啊 天呐初心 我的刚女儿也太可爱了吧 软软软软都跟个小团子一样 叫我回家玩两天 怎么样 妈妈 我不要跟那个阿姨回家 叫姐姐 这么喜欢 自己生一个呗 那我应该有一个合适的男人才行 你这个死女人 自己偷偷生孩子 连我都不联系了 对不起兰兰 我当时只想逃离 她被别人找到 所以谁没有联系 算了 那你把我刚女儿养 这么可爱的分伤 我就原谅你吧 大小姐 小小姐 你们来了 菲菲啊 你别吓妈妈 你快睁开眼睛 睁开眼睛 看看妈妈好不好 妈妈知道错了 妈妈以后再也不骂你了 你跟妈妈说句话呀 好不好 初三 小小也当死亡了 你胡说 他明明好好的 他只是在跟我生气而已 来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 好好的 怎么会从车里跑出去呢 刚才警察来问话 司机把听到的一切都交代了 真是自作念不可活啊 这孩子根本就不是你父亲亲生的 一切都是住云的轨迹 菲菲 别躲着妈妈了 我看到你了 快出来 不是菲菲 不是菲菲 你有没有看到我儿子 没有 菲菲呢 菲菲 菲菲 心理医生说 菲菲 会刺激过大 去哪儿了 导致精神异常 菲菲 怕是活不了了 我之前明明很恨他抢作我爸 但是看他变成这个样子 我竟然高兴不起来 不必勉强 尊重你自己的点心就 小姐 祝云的样子你也看到了 夜市不能再有他们管理了 只能靠你了 你快回来吧 爸爸 你那天是知道菲菲的身世 才会激活攻心的吧 当时你一定心痛万分 但是作为女儿 我却不能为你分担 实在抱歉 你也不必太过担心 我已经把夜市 交给了职业的经理人打理 就算没有菲菲 没有继承人 夜市也能良好的经营下去 这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了 现在 爸爸 你还说吧 你还说吧 你还说吧